哈喽 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飞匠为您带来的 首方的一个风云在一起是灵溪修胜版的实况的战解说 这场比较EB的思念变成海味小4P小小啊 来看首方精英才的决 首发老龙对温丽莎这场比赛 双方三随机第五五 这很明显 这思念这边预期不错 但是小小还有比例有八神 呃 两边五五开吧 看一下这个老龙能打出多大的优势 很重要 不然的话 你面对到后续的八神还有比例 没有优势那就是劣势啊 后角度给摸奖 哎 跳了呀 退伤啊 这双方这身材就完全不对的 哎 这老龙这退伤脚伤一身肌肉 这温丽莎确实很难顶啊 看八神登场 嗯 很细 各种放针点 前后一臂想变生龙 但是小小这边很懂 看到你跳再生龙啊 也不堵 这是非常稳的 大跳中腿 最高点 大跳C 最高点 老龙这边想出 裁剑者也得想一想 一旦出 就会被骗 错失位 对手就会信反落地就要缺乏你的 但这边思念的老龙还是找到节奏 那这样的话 这小小 最后一个比例能否拒绝穿三啊 有点快 说实话 真的有点快 咦 大跳中腿 逆向好显被掏啊 感觉这场比赛这个比例是不让用那个反而比例 是吧 看得出来啊 看一下 老龙 跳青 脚逆向下去 单点必须漂亮 超远距离 说秒就秒 这小小这个比例 今年跟老肖对决当中啊 是锻炼出了超强的 确认能力 比例 感觉 小小对于比例的确认有一种超乎寻常的那种 感觉有feel 是吧 一听到棍子捅动对手 立刻就确认 感觉都轻从条件反射了 这波内向直接带走 你看这比例即使是不用反而逼低的BOK防御 他这个伤害也是非常可观的啊 估计也能成为第一梯队的 是吧 至少是 不会弱 看一下思念这边的克拉克 嗯 转棍打乱动 克拉克这边连跳进攻 抓到一套机会就能食鸽对手 但是前小套落地反而被小小点中 下盘要反三了吗比例 只要不失误 来 超杀对过去 漂亮比例 哇 这小小好帅啊 这波翻盘不可谓不帅 对吧 传说思念这边一个老毒以后的两个角色比较弱 但是这翻盘也不容易啊 出发K49对猴子 嗯 后跳中拳好拳冲 下一单点滑铲 开手PC正瑶旋接无攻守 这边吸血应该是做不了什么了 来 K49各种的反射角 各种的跳攻击 但这个生龙又要被卸反的 急了 还行啊 这波伤害吃的消的 可以接受 那边再压制跳C抢空直接收掉 这跳攻击还是多段判定的 对吧 一旦你不动的话 压在你身上就是持续的拱住 加针判定 那你后续就更没法度了 即使交了能量产生呢 第一时间身上也是有防御僵持的 对手你也是不能抢的 说白了 倒不是不能动啊 你可以选择再接个裸一臂 这下好的 下一单点正瑶旋再接无攻守 小小这手马力 大跳地想逆向 思念这边很懂直接前一臂拉开距离 不可以招逆向 划拳前还得飞前跳中拳 正瑶旋再接 Gagidomo 哇 这思念这手K49这么华丽嘛 好像是在弹钢琴啊 呀 先前小匹下盘 但是这个小草面对到K49 他就丝毫不知啊 大蛇听 哎 什么情况没取消大蛇 坏了 还行还行 小小是以为能直接带走吗 应该是忘记了有伤害修正 这一回事 现在这边果断暴击 暴击可不稳啊 找到一套就要被秒的 看一下小小这边很懂 趁你病要你命 但是这个大蛇龙急了 下个财神龙循环取消 空中V4进去一套伤害不够 思念这手手速很快 但是正因为手速太快了 导致这个BC取消的时候 没有回收任何资源啊 罗伊比对策一批的生龙 大蛇龙击手BC 要是放针够的话 对吧 推到板边以后下清旋 或者说手刀取消生龙 是能回收一点资源的 还能接给你藏 看一下思念这边的安迪 打一个残血的 哎呀 这下跳地有力回针点架盘 这没防住啊 可能是点中拆头了 因为敦子无法拆普通头嘛 刚才那个位置 再吃一个C头就进版了 也是可以理解的 看一下手方比分持平 赛点中的战 说话小克对赛斯 克里斯打赛斯的话 这赛斯 抢空倒是抢不过 但是一旦克里斯被压制到了 那赛斯有一万种方式 折磨克里斯啊 空中中摇角 而且你克里斯 是顶多一个生龙拳 你的生龙角是没有任何用的 天下领跳被做人踢 后一臂 专说没有对色到中段 但是下击脚又是责重 以死血 哦 也享受隐藏 哎 这小小 起身堵一个隐藏啊 这个隐藏没堵中 这克里斯非常懂 把直接后大跳 后跳进拳 哦 下边并又找到节奏 起身有强转吗 哎 这下跳地打你 漂亮 这小这边是防住其一 没有防住其二啊 下烧响对空 但是这个跳CD是安全的 下心拳却反一下 思念非常懂 这克里斯的下心拳 是比下心脚伤害要高一点的 这下心脚伤害 基本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思念这边很细节的点一个下心拳啊 是我为点下心拳的吧 毕竟你是 让你CD了 其实刚才我以为 那个下心拳能直接带走的 看小小这边 人子躲开一步的前套 CD压住 过停反而被雀牌 来吧 思念变成海 秒跳 稳的稳的 来看一下思念这边 而发出场的 微博啊 来 连跳进攻 微博只要强调支空拳 打谁都一样 非常的强势 但是小小表示你跳 任你跳 我点我下心脚 没有问题 也不应该是能一方秒掉的 稳 小小不说别的 他这个连招还是没有任何说法 没有任何的毛病 虽说可能在天赋上面是不如老肖啊 但是他努力上绝对是不弱于老肖的 世上无难事 只怕有心人啊 你们是高跳对策一击的铁山靠 思念这首铁山靠 不出惨重代价 跳出五公鸡骑士的一套PC 啊 这小小这边运气确实不错啊 是吧 这斤家翻手底的话 确实 没毛病 思念这边也是 气不打一束来呀 高跳变下 反你怎样 你也不敢动 你也不敢抢啊 再走 跳基地结束连段 比分一比二 来看下一局吧 我觉得思念可以考虑一下 改变一下套路 换一种思路吧 不要再去狂攻了 去打立回 觉得这是小小比较 比较难受的一点 小小你跟他立回的话 他会出裸异的 这一点老肖也是经常提呀 打着打着他就是一个裸异 你找机会就可以了 但是小小这一局 速攻下重水对方 完全不想给你立回的机会啊 对吧 西姆应该是没了 跳C抢攻 来看下一回合 这思念这局角色又很差 等一下 看一下吧 起码有爆发 来 追个泡泡 小小这边就是狂光 思念这边 哎呀 下必要一开始BC 还好超杀没打拳 缺乏一个波 没有问题 来 被雷光拳 先瞄掉一个 小小这边正元斋 确实也是不足为据啊 这角色 残血秀隐藏的话还行 不秀隐藏它伤害也不算特别高 而且吸手比较困难 来看一下微博 怎么尿倒一次雷一下 尿倒一次 那雷一下起来就配件 哎好 机会 跳地抢攻连跳进攻 等你AB 漂亮小小 小小 小小猜到这个思念想一盘自己要连跳进攻 所以说 跳的一半 没有选择前小你跳 而是选择前小跳 身位一毒的 一流的非常够 对吧 拉火灯你一笔啊 可惜这个感性没确认 如果确认就帅了 对吧 能直接秒跳 来看思念 这边最后一个老卢能否扳回比分啊 可小小最后还有个小草啊 我只能说小小今天运气特别好 秒跳 重头戏还是这个小草 看这个小草 怎么选择 开机前大跳吗 没有开机前大跳 哎 远地时高跳前向一条逆向 两边都是比较稳的 都没有去给太过激进的身位 或者说起码身位 双方都特别近的时候 没有直接去抢招 而是等对手先动 连跳进攻 小小后跳迈血 并没有被一批则到逆向 下A对侧而批的奈洛洛 但是连短失误 哇 这思念这个连招 不可谓失误不大 才从大生龙硕体 直接开启BC小小 一看到了思念这边 原地时是高跳 那这波应该是能 直接秒掉的 大蛇蹄 再生龙直接秒掉 漂亮小小 带着关注我们 下期节目再见 帅